好,前面几节课呢,我们把那个基础部分讲了,然后基础过了以后,就要做什么敦台生了,敦台生,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敦台生,首先基础和敦台生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构建物叫什么,城台或者是信仰,那么简单的先来看一看城台或信仰的一个施工,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主要是一个什么,陆地上的,陆地上的一个城台,而不是在水中的,水中是要做围宴的,在前面已经讲过围宴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好,陆地上的,陆地上的呢,那就 就需要挖一个什么,挖一个深基坑,明挖一个深基坑,测量方向好了以后,明挖一个深基坑,那么这个基坑呢,开挖完了以后呢,基底要进行处理,那么就分为这个基坑里面有水和无水两种情况,那如果是无水的基坑,那么挖到建基面以后呢,要在底下交住一个十公分的塑混凝土电层,那如果这个基坑里面是有水的呢,我要采取排水措施,并先铺一个排水层,多少呢,十公分的碎石排水层, 排水层,然后在这个碎石排水层上面再铺五到十公分的塑混凝土电层,进而就可以开始绑扎成台钢筋,然后安装模板,交住混凝土了,好,等到混凝土交住完了,就进行基坑回填,隐蔽工程验收,基坑回填,陆地上的就可以这样做就行了,至于这个基坑开挖,我们将会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后面轨道交通工程里面,轨道交通工程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明挖深基坑啊, 那么这个可以沿用明挖深基坑里面的所有知识点的,都是深基坑嘛,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地系量了,地系量呢,由于它离地面很近,那么挖的基坑很小,那通常是我们把装的位置,装头的位置,装检查验收合格了以后,装的位置,进行一个校合以后,没问题了,破完装头,把装头的钢筋笼调整好了以后, 把立柱的钢筋和装生的钢筋接好,然后安装细凉模板,绑扎钢筋,胶筑细凉混凝土,那么这个是成台或者是细凉的一个胶筑,那这个大体上了解一下就行,了解一下就行,好了,既然细凉或者成台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就要做蹲台生呢,那么蹲台生呢,我们要简单的进行一个分类,分为重力式蹲台和轻型蹲台,我们先来简单认知一下重力式蹲台,那么重力式蹲台呢,在我们工程上常见的重力式桥台, 有U型桥台,还有T型桥台,还有耳梁式桥台,那么这个桥台上面呢,我们首先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没有概量的,那么在这个重力式桥台的上面呢,这个地方叫做台帽,台帽,叫台帽部分,而不叫什么概量,所以但凡在提干背景中出现的是重力式桥台的,它是没有概量的,包括重力式桥墩也是没有概量的,只有台帽或者是墩帽, 好,那么耳墙式的呢,耳墙式,那么这个就叫耳墙了,耳墙了,好,那么这个是重力式桥台,好,那还有一个呢,轻型桥台,轻型桥台呢,就有概量了,那么大体上知道一下,下面是桩,接柱,柱上面接了一个什么,概量,概量,概量两侧是档块,这个呢是后背墙,后背墙, 这后面呢,就接的是什么,路基了,后面就接的是路基,前面呢,就是放的是梁板,前面放的是梁板,前面放的是梁板,前面放梁板,好,那么这个是轻型的一个桥台,轻型桥台,那轻型桥台就有概量这么一说, 然后呢,背后呢,这是正面呢,放梁的正面呢,背面呢,背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流腿,流腿呢,这个和背墙之间有一个台阶,这个台阶将来是要做什么东西啊,放什么东西,放桥台搭板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流腿,将来的桥台搭板呢,就放了这个地方,和路基连接起来,桥台搭板,两侧为了挡土呢,还设置了有耳墙,耳墙,好,那么如果是, 在考试的时候给出一个简易的示意图,你要知道,这个是叫耳墙,这个是叫牛腿,那么将来这上面放的是一颗,盖板,然后这个叫盖梁,盖梁的正上方呢,放的是梁板,啊,然后这个,这个梁板和路基之间的一个结合部位呢,这个叫做背墙,啊,背墙,啊,知道一下,西部构造的一些名称,要能够准确的把它打出来,好,那这是,呃,桥台了,那么桥墩呢,重力是桥墩,就用大量的乌公方钢筋混凝土,焦住起来的,那么这是墩深, 下面是基础,陈台,陈台下面是装基础,对不对,那这上面这部分呢,也不叫盖梁,叫什么,叫墩帽,啊,叫墩帽,它也是没有盖梁的,啊,墩帽,啊,那么,好了,还有一个,清行桥墩呢,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柱式墩,啊,柱式墩,装地系梁,然后上面直接装接立柱,立柱上来以后,接什么,盖梁,那么也就意味着清行桥台和清行桥墩,上面才有盖梁, 对不对,啊,清行桥台,清行桥墩,上面才有盖梁,那么重力式的上面是,墩帽,或者是,台帽,啊,墩帽,啊,这个上面叫做盖梁,啊,那么简单的把清行的和重力式的给我区分一下,区分好了以后,然后进来我们来看一看,重力式的墩台,我们是怎么教住的,重力式墩台呢,教住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大体级混凝土,大体级,啊,大体级混凝土,大体级混凝土,那么大体级混凝土,那么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些要求是不是都是在我们大体级混凝土里面全部讲过的啊,啊,那么我们水平分层交住,每层多少,1.5米到2米,对不对,啊,然后大体级桥台,呃,桥台施工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什么,分块交住,快间呢,设什么,施工缝,啊,设施工缝,啊, 或者是设厚胶带,那么,哎,每一块的这个什么面积多长,200平方分成两块,对不对,300平方分三块,然后呢,最小面积不能小于50个平方,是不是在大体级混凝土那个地方讲过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不用再记了,啊,不用再记了,啊,完全不用记,那当然,这个是重力式墩台咯,这是常规的一种交住方法,那么交住的时候呢,注意了,它有常见的哪几种呢,一个是发模,滑模,爬模,啊,发模,滑模,爬模,一节一节的交住,一节一节的交住,高端, 啊,高端,那么这里面如果是用到的是滑模呢,那么交住的混凝土呢,我们多采用的是什么东西,干硬性混凝土,它能够很小的,而且呢,每,假设我的模板安装到这个位置了,啊,这是下面已经成型的桥墩,哎,这个模板已经安装到这个位置了,啊,安装到这个,哦,这混凝土交到这了,啊,然后继续往上交的时候,边交住这个混凝土的外侧的这模板呢,就边往上滑升,啊,边往上滑升,啊,边往上滑升,那么这个混凝土呢, 它交住到离什么地方,离这个模板顶部呢,要留多少,要留10到15公分嘛,留10到15公分,啊,留10到15公分,啊,不能直接和这个模板一样交,和交住的混凝土面,不能和这个模板顶面一样高,啊,它要低于模板顶面10到15公分,这是用滑模交住的时候,用的是干硬性混凝土,啊,用的是干硬性混凝土,啊, 那么这个是用于重力式桥墩,高墩施工的时候,当然薄壁空心墩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啊,翻模,爬模,滑模,这是工具式模板,那么但凡牵扯到这个工具式模板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会用到什么,专项方案加专家论,啊,专项方案加专家论证,啊,那么无非这个地方注意一下,滑模,我们交住的用的是干硬性混凝土,然后呢,这个混凝土交住的顶面呢, 要低于模板顶面多少,10到15公分,啊,10到15公分,然后整整个交住过程中,滑模的话,哎,模板是慢慢滑升的,啊,慢慢滑升的,啊,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哎,表观质量不是很好,表观质量不是很好,但是这个图片是什么,这个图片,啊,是什么,是爬模,啊,是爬模,啊,是爬模,它安装的有附着轨道,然后这模板是顺着轨道慢慢往上爬升的,啊,还有一种呢,叫做翻模,啊,翻模在空中翻转的,啊,啊,大体上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这个蹲不是很高,是矮蹲,那么我们就采用什么,定型肛膜分层连续一次交住成型,啊,这是矮蹲,啊,矮蹲的时候,啊,矮蹲交住的时候,啊,用这个固定模板,啊,那么这个是重力式的蹲台,啊,用到的交住方法,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轻型的桥蹲,桥台,那么就是注视蹲台,它的一个施工, 那注视蹲台呢,我们往往就采用什么,模板支架来做了,那么这个模板支架呢,首先要满足刚度强度稳定性的一个验算,对不对,同时,由于这个模板立起来很高,所以还要考虑锋利的一个影响, 在计算稳定性的时候,要考虑锋利的一个影响,刚度,强度,稳定性,其中稳定性验算的时候,要考虑锋贺战, 因为什么在地面上立了很高的一个模板,哎,那么它的横向稳定性是不好的,对不对,啊,所以往往这样的模板呢, 我们还要设什么,风揽,把它固定住,增强它的一个横向稳定性,啊,横向稳定性,啊,那么这个是,呃, 这个是针对于模板支架,交注这个注视蹲台的时候,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么你就注意这个刚度强度,还有稳定性里面有一个考虑锋利的影响,啊,考虑锋利的一个影响, 当然这个应该是在选择体里面备考的,啊,选择体里面备考的,好了, 那么这个立柱在模板安装之前呢,我们先要把细凉或者是成台上面,啊, 接住面积,接住的地方进行什么,着毛,然后钢筋除锈,然后呢,立柱的钢筋要和什么, 细凉或者是成台的钢筋绑扎成整体,那么交注之前呢, 我要先交注于成铜配合笔的水泥沙浆,就是铜水胶笔的水泥沙浆, 如果是束缝呢,我们就刷水泥浆了,对不对,刷水泥浆, 然后呢,进行分层连续一次性交注成形,一次性交注成形, 那么如果,如果是这种情况的,哎,这个立柱上来, 这个地方有细凉,哎,那么, 这两个立柱呢,书本上要求是,哎,对称交注, 并且如果有细凉的时候,这个立柱和细凉一并交注起来, 也就是,一,二,三,这三个一起交注起来, 那么实际我们施工中并不是这样的,哈, 我们现场施工是,一交一的,二交二的是吧, 然后一,二交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然后单独再来交注一个什么,细凉,哎, 那么书本上是要求,如果有细凉的时候,哎, 两侧的立柱和细凉要同步交注, 那如果上面这个是V形结构呢, 是这种形结构呢,哎,那么要什么, 两侧对称同步施工, 两侧对称同步施工, 那么这个和我们工程上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要求是一样的, 对称结构都要求对称施工, 包括我们的拱桥, 拱桥是不是要从两拱角均衡对称向拱顶吗, 包括,哎,寒洞,拱寒,或者什么寒洞, 回填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侧均衡对称的向上同步回填吗, 对不对,哎,那么弹盘是对称结构, 往往都要求的是,哎, 对称施工,对称同步施工的, 啊,那么这个是,啊, 这个是,呃,注释蹲台的一个施工要求, 注释蹲台的施工要求, 也是以了解为主, 那么其中这个呢稍微重要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牵扯到有一个单选题的一个, 啊,考核点, 而至于这个施工缝的处理呢, 这个是通用的,啊, 不用单独在这个地方寄,啊, 啊,不用单独在这个地方寄,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第三点里面, 有细粮的时候要与立柱同步交注完成, 是吧,细粮与立柱同步交注完成, 如果是微型结构要对称交注,啊, 那么这两个呢, 是有可能在选择题里面考一考的,啊, 选择题里面考一考的, 好了, 既然除了这个以外,啊,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那个预制混凝土管柱, 啊,管柱作为外模, 然后来交注混凝土的, 那么这个呢,只做一个了解, 那么首先是在基础顶面做一个凹槽, 然后把这个什么, 相当于, 哎,这个顶面我做成这么一个凹槽状, 啊, 然后把我预制好的什么, 钢, 钢筋混凝土管, 把它安装到这个凹槽里面, 安装在这个凹槽里面, 当然这里面的钢筋, 要除锈, 要调直, 然后呢, 这个面要着毛, 着毛以后呢, 就利用这个什么, 预制的钢, 钢筋混凝土管啊, 作为什么东西, 作为, 模板使用, 做完模板使用, 然后在里面进行混凝土浇注, 啊, 那如果是, 哎, 我们预制的这个, 钢筋混凝土管啊, 哎, 一节不能预制的太长吧, 所以往往要接长, 对不对, 往往要接长, 哎, 那么要保证它同轴, 这是其一, 保证它同轴, 同时在这个地方呢, 一般是要拿个, 四个人木, 把它固定起来, 哎, 把它固定起来, 把它这样固定起来, 啊, 固定起来, 然后往里面交出混凝土, 把它当成外模使用, 啊, 当成外模使用, 这个呢, 了解一下就行, 啊, 了解一下就行, 好,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预制的, 预制的, 预制的立柱要安装, 预制的立柱要安装, 预制的立柱要安装到这个背口, 就是我这个预制的立柱要安装到这个背口里面去, 是吧, 啊, 这个背口呢, 首先刚那个什么, 呃, 在交出之前, 在安装这个立柱之前, 我首先这个背口的混凝土强度要达到设计要求, 而接合面呢, 要进行着毛, 钢筋要进行除锈, 同时还要检查它的什么, 背口的长度, 宽度和高层进行一个检查, 就是整个这个背口, 啊, 一, 混凝土达到强度了, 二, 钢筋要进行除锈, 三, 接合面要进行着毛, 接合面要进行着毛, 同时是要检查整个背口的长度, 宽度和高层, 没问题了, 那么我预制好的这个什么立柱就可以拿过来安装了, 哎, 安装它正好对应的, 在这个立柱的下面是有预留孔的, 预留孔正好合成吗, 背口里面的这个预埋钢筋呢, 是一一对应的, 哎, 套装进去, 套进去以后呢, 哎, 那么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套进去, 哎, 这是我已经预制好的立柱, 预制好的立柱, 预制好的立柱, 这是钢筋, 好, 这是下面的一个背口, 好, 下面的一个背口, 好, 这样, 放到这个地方以后, 然后用什么, 用钢鞋, 把它支撑固定好, 用钢鞋把它支撑固定好, 用钢鞋, 那么也可以用千斤顶, 把它顶起来, 到达我安装的位置以后, 用千斤顶直接把它固定好, 顶好它的, 控制好它的高层, 控制好高层以后, 哎, 那么这个立柱放到这个上面呢,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轻负垂直度不够的问题啊, 哎, 加斜层把它固定好, 加斜层固定好, 好, 加斜层固定好以后, 就先胶住里面的混凝土了, 在这里面胶住混凝土, 胶住混凝土, 混凝土胶住完了, 等到混凝土硬化, 达到设计要求强度以后呢, 哎, 我就要把这个钢鞋给它拆除掉, 钢鞋拆除掉是不是又会留下空腔啊, 哎, 空腔我们称之为二七混凝土的一个胶住, 二七混凝土的一个胶住, 好, 然后紧接着把二七混凝土胶住了, 二七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0%以上了, 75%以上了, 然后才可以拆除这个预置立柱的这个固定的什么鞋称啊, 鞋称啊, 那么这个就是预置柱的一个安装, 预置柱的一个安装啊, 预置柱的一个安装啊, 那么这个呢, 也主要是了解一下, 一般是不会在案例题里面出现的, 多半是什么选择题, 那么,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那如果, 如果我们要交注立柱的时候, 没有安装模, 没有安装模板, 而是在什么, 就算直接用钢管来做, 外模, 这是那个成台面, 然后这是钢筋笼, 钢筋笼, 然后我直接是套了一个钢管, 就是我们的钢管混凝土柱, 把一个什么后臂的一个钢管, 套在这个钢筋笼上面, 好, 这个时候来交注混凝土的时候, 注意这里面用的混凝土是什么, 补偿收缩性混凝土吧, 对不对, 因为什么, 我要确保这里面的混凝土将来和钢管壁, 能够密贴, 不会留下缝隙, 留下缝隙了以后, 就会有水有空气, 那么钢管的内壁就会什么, 锈湿, 所以这里面就要用补偿收缩性混凝土了, 补偿收缩性混凝土,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如果说是钢管混凝土柱的时候, 钢管混凝土柱的时候, 那么这个桥墩做好了以后, 紧接着我们就要做什么, 轻型桥墩, 上面就应该有钙梁了, 钙梁, 那么这个钙梁由于这个跨度比较大, 那么这个跨度比较大, 那么也就意味着上面将来有荷栽, 来自于自重和荷栽作用下, 在这个跨中就有可能出现下饶的情况, 所以往往针对于钙梁施工的时候, 模板我们底膜要根据跨度的大小来设置什么, 预拱度, 警方出现由于跨度大了以后, 在自重和荷栽作用下出现下饶的情况, 出现下饶的情况, 这个和那个模板支架法线胶一样的, 底膜预压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进行底膜的预拱度调整啊, 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个针对于这个概念的交注方法呢, 常见的方法, 一,满堂支架法的, 二,爆口法, 三,穿钢棒,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由于它是沉重的模板支架系统, 所以它都是需要预压的, 都是需要预压的, 需要预压的,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一个梯形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混凝土交注的时候, 应该是从悬臂端开始交注, 从悬臂端开始交注, 悬臂结构的混凝土交注, 是不是都是从悬臂端吗, 悬臂端开始交注的吗,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是概念的一个交注, 当然这三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钢爆枯, 钢爆枯, 钢爆枯, 这个就是穿钢棒, 其实就是在桥敦施工的时候, 在里面预埋一根什么, PVC管, 预埋一根PVC管, 留下一个孔洞, 然后后续要施做概念的时候, 拿一根钢棒从PVC管里面穿过去, 然后在这上面安装工资杆, 安装工资杆, 然后再把人物铺上, 然后来交注这个概念, 好, 这个是穿钢棒, 这个是钢爆枯, 那么还有呢, 就是满堂架咯, 满堂架, 满堂架, 好, 那么这个是概量的一个交注方法, 概量的一个交注方法, 现交的, 那么概量呢, 也有可能是出现什么, 预制吊装的, 那么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预制吊装的, 那么假设我的立柱已经安装好了, 都是预制装配式结构, 那么这个地方的立柱的预制吊装安装, 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个已经安装好了以后, 紧接着概量吊装的时候, 首先要对立柱的顶端的钢筋进行除锈, 对不对, 钢筋进行除锈, 然后混凝土面进行着锚, 然后还要检查它的平面位置高层, 没问题了以后, 没问题了以后, 概量就要吊装过来就位了, 概量吊装过来进行就位, 概量吊装过来进行就位, 在这个就位过程中呢, 注意, 由于这个立柱上面增加的一个概量很重, 所以往往这个地方我要增加支撑来固定它, 支撑进行一个固定, 支撑进行一个固定, 然后紧接着概量吊装到位, 它的什么轴线和尺寸, 各部位的尺寸和轴线, 效盒完成了以后, 然后浇住这一部分混凝土, 把这部分混凝土浇住好, 等到这一部分混凝土达到设计要求强度了以后, 拆除立柱的一个支撑, 拆除这个固定的这个支撑就行了, 这个呢也做一个了解, 那么针对于桥梁下部结构里面的吨台施工, 这一块呢, 多为了解知识点, 因为考到案例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那么一般就是一些选择题的备考点, 那么所以在这一块呢, 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时间, 大致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